大家好 我是小巴 今天我帶我們這個新加坡大哥來許總這里來自海外的 對來許總這里參觀他的農場 地方很大 對對對 又清涼 許總這邊養了一些啥 看一下看到的都是我的 看到到都是你的 哇 怎麼這句話這麼熟悉啊 帶我們去看一下你的農場基地 可以啊 那裡你看養雞養鴨 哇 那個是鵝嗎 那一隻大的 是非洲鵝 非洲鵝啊 你從非洲進過來的嗎 是也叫大頭燕 幾次要殺掉 我們來吃了 可以啊 今天在水裡去了 今天找一步在上面的話 就把它殺到來 就直接鐵鍋燉大鵝是不是 對 那我們下去吧 嗯 可以 還是算吧 我怕失聲的話下去 我是焊鴨子 焊鴨子說 走吧我們去你農場看一下 可以可以 等一下我安排煮一隻鴨子給你們吃 好吧 不要那麼客氣吧 真的 看熟菜的吧 是啊 哇 徐董 走到你這個養殖基地好像蠻寬大 是 地基是蠻大 是啊 還可以養更多 很寬的 而且好像有山茶樹那些 對 這裡養的少一點 養的少 你有很多個嗎 其他農場裡面養的多一點 因為這裡離現場比較近一點 我可以來這邊做 養殖大戶啊 這裡面有養了一點麻雞 這麼多 麻雞 對 這麼小能關這麼多雞嗎 可以啊 這裡面關了多少 慢慢被賣掉一點 抓 兩百多個吧 一個槽關兩百多個啊 對 哇塞 反正這種又不一樣 這種是黃色的 銀幅三紅雞 它這種邊色的呢 邊色的是銀山黑乳雞 真的是很內行啊 什麼雞的名稱你都知道了 那肯定啊 抓眼中雞 蛤 沒有啊 跳在 這真的是四個塊啊 有啊 反正這隻 有四五斤啊 不要吧 不要這樣子 還是不要吧 說不定要我 來 哈哈 哈哈哈 別這不行 是吧 殺了鴨子 對殺了鴨子 就不要再殺雞了 那你雞也殺了一隻 啊 殺了一隻 哇塞我減肥啊 許總 明天再見 明天再見 對對對 說真的在說 那我們就去外面聊聊 我們許總養殖經驗啊 哦可以 因為這裡面比較暗 對對對 嗯 對 你你你這個養殖 養起來會不會很費 很費力很 很費力啊 嗯 因為養了這麼多年吧 養順了 做慣了 都不會覺得什麼累 已經習慣了 是是是 他就給你討討你的養殖經驗了 學習一下是吧 對呀 可以啊 因為我們原先說 本來準備說養殖 但是又不敢養 因為我們是小白嘛 對對對 是不是 以防我以後要養呢 先在你這裡學點經驗嘛 對 先找那個場地找好來 啊 然後大盆來 然後周圍那些是吧 庄稼啊 菜園啊 不要離太近 是吧 我比較感興趣的是 你一年養多少 養多少 這個我倒是蠻感興趣的 反正每天吃炸菜吃泡麵 你都養多少 養多少 啊 沒有啊 今天不是有雞有鴨嗎 那些有雞有鴨就知道了嗎 對呀 那說明還可以 沒有 養雞養鴨其實也像 其實說出來的話 也像那個一樣的 到了時間就一定要那個的 不管你養的再怎麼樣 好還是查到了時間 該賣還是要買 家庭就進去哪裡 可能養殖最怕的就是 有那些家庭的那些 病菌的 病菌 有蟹菌嘛 棋榴桿嘛 是啊 棋榴桿嘛 是吧 這一塊嘛 是不是啊 對 棋榴桿 棋榴桿也要防止 我們有打疫苗的 衛生養 對 對 就所以說我們當時就不敢養 就是原因就在這裡 養的少的話沒事 因為我們也是只是賺得起 虧不起 是吧 沒事 有場地的話 下次我全身指導 可以吧 真的嗎 真的全身指導 哇 那謝謝謝謝 感謝感謝 太給力了 我們習苗 鴨苗都有 到時候我們全程指導 怎麼從小養到大 貨出去都是很健康的 是 什麼時候開始打苗 什麼時候開始出籃 都可以給你指導一下 好 那我們就這麼說定了 可以可以 這一邊是 幹嘛 養豬的 拆掉的豬籃 大哥 剛剛我們 也帶你去 許總那個 養殖 那個小羊那裡 那些小羊是不是很可愛 你們那邊 都沒有這些 沒有啊 我們都是進口的 哦 那像那些雞那些有嗎 也是沒有 雞啊 都沒有 也不可以 因為地方太小了 它是冰鮮的 冰好了的 冰凍 冰凍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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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不用圈養 不用 那為什麼地球生那兩頭羊 那麼劣 那個性質 好劣啊 它因為閃養的 關在那裡面 那肯定的 而且你那裡還要注意 那個地板 不能讓它睡 直接睡地上 要搞那個貨架 那個木板 睡在木板上面 它自己會去木板上睡 睡多了 那早涼了 它會拉稀 拉稀的到時候會有問題 因為我養過羊就知道 知道吧 大哥 今天感覺有沒有收穫 哇 很開心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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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到洗妝 這麼善良 你開心我們就高興了 我來到地球村就很高興了 我還怕帶你到這裡來 沒帶對地方 怕你不喜歡這種環境 是吧 沒有任何環境 對 全部是高樓大廈 這種風景最 調心 養心 養心情 徐總 在後面這些三茶樹 也是你養殖場這邊的嗎 對 種的三茶有樹 都是你的 大哥 你一開始說叫我帶你來這個養殖場 我還有點驚訝 原來是你們那邊沒有養殖 這種鄉村的已經被淘汰了 已經很多建物質了 以前我們有小時候就是走道路 但是現在沒有了 回味童年空間有限 對我們發展太快了 又沒有吃 可以 你那邊沒有的話 來這邊你 敬略一下這邊的風情 今天晚上我們整好了雞和鴨 找到我們陳總 走我們換一塊熟了 我們吃飯去了 吃好料 我們吃飯去了 這期視頻就分享到這裡 下期見 拜拜